刚刚陈慧玲在车祸后首度晒出开工照片 她在文中心情很是紧张 透露这次工作是意外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 并表示如今脸部尚未完全消肿 还有伤疤需要时间康复 但由于这个工作是出事之前就已经定好 没有时间去等待伤疤完全复原 只能坚持用乐观的心态去开工了 陈慧玲记录了带伤工作一天的细节 感谢了摄影师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 正是这些专业人士的高超摄影技术 让她的伤疤在镜头下几乎看不出来 同时她也祝福大家突年吉祥 最重要是出入平安 陈慧玲晒出的照片应该都是经过精修处理的 她穿着路腰连体裤 已经是两个儿子妈妈的她 一点多余的坠肉都没有 这身材简直太令人羡慕了 不过虽然照片经过了精修 陈慧玲也画了很精致的妆容 但是把图片放大后 确实还能够看到脸部有无法遮盖的黑色伤疤 难怪对于这次出镜拍摄 陈慧玲一开始就会觉得很担心又紧张了 这组照片中 陈慧玲一共换了两套造型 每一套都很漂亮 将她高跳傲人的身材展露得淋漓尽致 加上搭配的高级珠宝 看上去十分的高贵优雅 陈慧玲的第二组造型 还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脸上黑色的伤疤 但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还是不容易看出 不过 陈慧玲这次车祸造成的伤痕 还是比较严重了 到现在还没完全好 相信之后 陈慧玲会在医生的指导下 更加注意护理伤疤 让她恢复如前 陈慧玲与儿子是在去年12月16日出车祸的 距离现在也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当时陈慧玲的经纪人有透露母子伤情 经纪人当时表示 开类没有什么事 只是皮外伤 脸部有擦伤 脚有些瘀青了 手点点擦伤 大儿子脸部也有少许瘀伤 如今看来 陈慧玲的伤虽然不严重 但是却需要长时间的恢复 才能完全看不出来 咱们再看看上个月陈慧玲遭遇的车祸 于情总感觉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当时车上有陈慧玲和自己13岁的儿子 以及开车的司机 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 并且去了医院检查 据悉是陈慧玲和儿子 由司机开车送出豪宅门口 之后在一处斜坡地方 遇到面对的一辆私家车 因为所处位置的坡度和角度问题 对方可能也没注意到陈慧玲的情况 所以两辆车直接迎头撞在了一起 媒体曝光了撞车现场的照片 可以看到陈慧玲乘坐的是一座豪华保姆车 对方则是一辆小轿车 陈慧玲方的车头右侧 已经和对面车右侧撞击在一起 满地都是汽车碎片 两辆车的保险杠都已经彻底损坏 外星当时两辆车的行驶速度都不快 陈慧玲车上的安全气囊都没有撞出来 对方车也似乎仅仅是车头受损 现场没有看到血迹 大家都是受了轻伤 目前知道的情况 是陈慧玲车上的26岁司机 感觉胸口有些疼 而陈慧玲则是面部和手部有一些擦伤 反而是陈慧玲的儿子 因为年纪小 并且脸撞肿了 所以转门拍了X光来查看情况 最后的结果好像也是没事 目前警方已经把这些事件列入普通的交通意外 陈慧玲自己也在社交账号上发文安慰大家 说大家看到新闻不要被吓倒 放心自己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感谢大家关心 说实话 看现场撞车的照片 两辆车都是在转弯的时候发生的碰撞 按理说力度不会太大 这个时候要是系好安全带的话 乘客也好 司机也好 都不会受伤太严重 现实也是陈慧玲方面都挺安全 只是一些小的擦伤 要是在高速路上这样迎头撞到一起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尤其是陈慧玲已经50岁了 哪怕系好安全带 那一下子冲击都足够让她伤筋动骨了 我记得之前娱乐圈知名女演员 于月仙就是发生意外去世的 当时也是司机开车 于月仙在拍摄乘坐 结果在半夜的时候撞上了骆驼 导致于月仙乘坐的越野豪车 直接翻出去了老远 虽然不知道当时车辆的速度有多快 但看车辆的损坏的样子 就足够令我们触目惊心了 哪怕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豪华汽车 也没能挽救于月仙的生命 在近一些的明星汽车安全事故 就是演员林志颖了 当时也是带着孩子出门 林志颖自己开车 汽车突然就撞上了桥上的柱子 速度并不是非常快 可汽车自己燃烧了起来 短时间火势就蔓延开了 要不是当时勇敢且好心的路人 把孩子和林志颖从汽车里拉出来 我估计林志颖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 这次陈慧玲发生车祸以后没有燃烧 也算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陈慧玲遭遇车祸 是给娱乐圈的明星们提了个醒 出门一定要注意车辆安全 作为出行比较频繁的职业 明星们经常天南海北到处跑 出席活动 剧组拍戏 白天黑夜连轴转 在出行方面 不光要选择安全的交通工具 更要选好称职的司机 大人遇到车祸尚且心情难以平复 车上乘坐的小孩子 以后回想起来该多么害怕 2008年6月18日 陈慧玲在自己的 Love Fighters演唱会上宣布了一件事 他拿着话筒对歌迷们说 这个演唱会是我完成了 一个很大的任务 接下来我就会继续另外一个任务 各位我要结婚了 其实刘建浩之前 就收到了陈慧玲经纪人的电话 询问他是否会来看这场演唱会 当时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直到陈慧玲说出那句话时 刘建浩才明白 原来是陈慧玲为了给自己一个大的惊喜 四个月之后 刘建浩和陈慧玲结束了16年的爱情长跑 有情人终成眷属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在牧师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誓言 在刘建浩和陈慧玲布满笑容的脸上 我们看到了爱情 看到了幸福 结婚之后 两人也保持着恋爱时的心态和新鲜感 时常会有一些小惊喜 有一次陈慧玲在网上看中了一套化妆品 价格也不便宜 可香港地区买不了 刘建浩知道以后 就上网查到了这个化妆品 花了大价钱转运回香港 对于刘建浩来说 妻子喜欢就是最重要的 只要陈慧玲开心 其他的事情就由自己来做 2009年7月 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生 其实当时怀孕的时候 陈慧玲并不容易 从小性格坚强好胜的她 很担心自己怀孕生孩子之后 身材走样 再也没办法站在舞台上唱歌 可是和刘建浩结婚以后 她就想着要生一个孩子 要让这个家更加的完整 怀孕时身体的浮肿 和越来越大的肚子 让陈慧玲吃了很大的辛苦 可当看到那个可爱的孩子时 曾经所有的辛苦 都转化为喜悦的泪水 时隔两年之后 陈慧玲再次宣布怀孕 但这一次并没有等来 她生产的好消息 在怀孕五个月时 她不慎流产 据说还是一对双胞胎女儿 失去孩子的陈慧玲 十分悲痛伤心 刘建浩则放下了 自己的所有工作 赶回家中专心照顾妻子 一直陪在妻子身边 寸步不离 作为父亲的她 面对孩子的离去也很伤心 但是对她来说 此时的妻子更加重要 那段时间 无论是刘建浩 还是陈慧玲 都是不容易的 刘建浩也想过 就这样一家三口也很幸福 不想让妻子再一次面临风险 但陈慧玲却不这么想 她想再试一次 可能是刘建浩和陈慧玲 与孩子的缘分没有终止 2012年 陈慧玲产下了第二个儿子 三口之家成功再添一名新成员 看着二儿子的顺利出生 陈慧玲心中的遗憾 终于能够有所缓解 也终于完成了自己心中的愿望 2014年 一项以香港好男人著称的刘建浩 却被爆出大晚上和嫩魔亲密约会 但消息一经爆出 作为妻子的陈慧玲 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替丈夫澄清 她表示 照片存在拍摄角度等问题 而且她也相信 刘建浩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早在很多年之前 陈慧玲就曾夸赞过 刘建浩的为人和品性 也正是刘建浩的专一 不花心和对感情负责任的态度 两人才能在一起20多年 在家里 刘建浩把陈慧玲宠成了一个小女孩 工作上严肃认真的妻子 只要回到家 在自己的身边就会变得小鸟依人 刘建浩会认真倾听妻子的话 会照顾她 包容她 只要在自己身边 她不是大明星陈慧玲 不是妈妈陈慧玲 只是自己爱的陈慧玲 就算两人已经一起走过了20多年 可依旧像甜蜜的小情侣 两人睡觉时 刘建浩也会牵着妻子的手入眠 有时两个人各做各的事情 但只要目光相对 刘建浩会去亲吻陈慧玲 虽然这些都是日常中的小事 但是这样甜蜜的小细节 更加让人心动 在刘建浩和陈慧玲的心里 他们之间的新鲜感从来没有消失 她和她永远都是当初的模样 时光荏苒 孩子们也慢慢长大 两人在家里也是分工明确 陈慧玲负责孩子们的教育 和功课的温习 而刘建浩就负责陪着孩子们玩耍 但每当妻子工作或出差时 照顾孩子的事情 就落在了刘建浩的身上 有时刘建浩还不得不配合妻子 扮演其坏人的角色 作为歌手的陈慧玲 把大部分的声音都放在唱歌上 有时教育儿子嗓子都哑掉了 为了让儿子听话 他就会说 你再继续坏下去 我就叫爸爸来了 如今两人在一起 已经整整30年 当初谁也没有想到 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的彼此 就是自己携手走过一生的人 从小生活条件的优渥 并没有让刘建浩变成花花公子 反而始终保持着一颗 对感情认真负责的心 她的长情与专一 是所有女生都渴望的品质 陈慧玲也曾在采访中说 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专一的人 才能够一起走下去 如果有一个花心的话 都不可能 尽管两人也有过分手和吵架 但时间证明 彼此就是对方的命中注定 作为丈夫的刘建浩 能够理解妻子的工作 在妻子需要自己 永远陪在身边 当年妻子流产时 刘建浩承担起了男人的责任 每天寸步不离 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 陪着他走出失去孩子的悲痛 虽然两人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 但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和理解 期待